然后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它对我们的一些常见病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会举一个例子 最通俗的 病最多的高血压 根据全球高血压影响报告显示 高血压患者在世界范围内现逐年呈增长趋势 2007年全球患病者高达10亿人 如果采取有效措施 2025年前将有15.6亿人患上这一疾病 关于高血压的病因 西医认为原因不明 饮食不合理 肥胖 高龄都可能引发高血压 同时西医还认为 高血压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终生疾病 患者必须服用降压药物 才可以控制血压保持正常 但是现代医学对高血压的认识到底正确与否 高血压这一无法治愈的疾病 究竟又该如何治疗呢 高血压主要是因为肺功能不好 现在大家就会觉得奇怪了 我肺功能不好跟血压高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想 那么又跟干火有什么关系 那么你现在你仔细想 我假如肺功能不好的话 我血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含氧量不高 含氧量不高 那么我血要送东西送到组织里头去 有几个目的 简单第一个讲送氧气 第二个送营养 还有一个很重要 排除废物 对吧 废料带出来 所以主要严格讲起来 血在我们身上主要是这三个角色 其实第一重要的是什么 氧气 因为你不吃饭 那个一个礼拜二不死 可是氧气 你五分钟没有 你脑子就开始死了 所以你看那个内经里面强调这个 手缺氧手就麻了 眼睛缺氧眼睛就看不见了 鼻子缺氧鼻子就闻不到了 都讲了 他都知道 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那么现在呢 血不到 血带的里面第一重要的 立刻致命的 就是氧气 氧气 所以当你的肺功能一步好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一定要增加你的送血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血压就会这样 增加 增加 那这个时候 因为你这个血里面缺氧 所以你的缺氧量 是整体的 是你的血液里面的 总的含氧量 每个地方都低 所以他要怎样补救呢 他一定要用心疏压 就是你的低血压 要上升 因为低血压上升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身上 每个地方的循环 都拉高一点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我每次看病人的时候 你他的低血压 高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去找 他的肺的部分有问题 哦 所以呢 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话题 说这个高血压 中医看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呢 包括王教授他们看呢 是因为肺的功能不足了 换句话来说呢 是那个氧气不足 其实也就是说 当肺弱 就筋弱的时候呢 肝火自然就潜了 对 因为我们就讲筋不刻木了嘛 对 本来应该是筋刻木的 对 金不刻木了 那肝火就这样 接下来 所以呢 所以说实际上肺弱 和肝火强 和那高血压 都是 都是对的 所以肝火强 木强了之后 那自然心 心就是煮火嘛 心火就会起来 对 这就是心脏病的 所以心脏病 用您的话来说 心脏病的原因 心火强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肺弱有关 对 就是含氧量不够 对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理解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换句话来说 以后治疗心脏病 可能是要呼吸新鲜空气 开始入手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